好 接着我们就去看登录里面的另外一个场景 对吧 叫做一个印证码登录 这个流程的话 之前也有同学在问 他说他这个流程是怎么走的 其实这个比较容易 挥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时候我把它给捡过来 给大家挥个流程图 挥个图就可以进去 那你想一下 首先的话你第一步的话是干嘛 停歇手机号对不对 停歇手机号我点击发送印证码到手机 他其实干了一个什么事情 我点击发送印证码到手机 我这里有停歇的手机号 他是不是会把我这个手机号发送给谁 发送给我们的服务器吧 对吧 这是我们的Sever 那这个步骤的话 他会把我们这个手机号发送过去 比如说我点击他的时候 发送这个印证码到手机 他醒了会把我这个手机号给他拿过去 那我这一步的话也可以叫做啥呢 比如说说下来写下 这个我写到这边吧 那这个是第一步 第一步的话我们叫做一个啥呀 提交手机号 这可以理解吧 把手机号提到服务器 那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这个也是你们不理解的地方 那是不是这个Sever会返回这个印证码呀 对不对 接下来是不是会把这个印证码返回来 现在他会往你的这个手机上 发送一个印证码吧 对不对 他这里只会给你一个状态 这个是会提示你这个印证码 发送成功 是这样的吧 他会提示你吧 你把手销给他 他会说印证码发送成功 看下这边是这样 动态印证码发送成功 起留意短信 这是他发送回来的东西吧 对不对 那你想一下 这个时候最重要核心 这个短信是谁发的 是谁把这个短信发到你的手机上的 你看我这边收到一个短信了 对不对 那这个短信是谁发的 是不是我们服务器 不是哈 我们服务器不具备这个功能 他会去找一个哥们 现在是短信中心吧 短信平台对吧 这个时候他会去找这样一个 短信中心 短信平台 短信平台 他会去找一个短信平台 清个约 对吧 清个约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他的SDK了 用他的SDK 你猜一下他的SDK 也比较简单 比如说你要发一个短信的时候 你显然 你会去调用他的SDK吧 对不对 调用他的SDK 你猜一下他的SDK里面 你只需要拿两个东西就可以了 像你 在这个地方 你要去发送 对吧 你要去调他的API 那你是不是只需要知道两个东西就可以了 第一个 发送内容 发送内容是我定的 对不对 另外一个 发送对象 对不对 其实我们作为程序员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猜测 它对应的一个API 估计就是这样的一个API 比如说就叫剩的 里面 里面就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content 10寸的一个content 另外一句话 又是一个10寸的 谁啊 Full number 是这样的吧 我就可以调他这个API 这个内容的话 就是我们定的吧 他就会发到我的手机上 尤其是这一块 是很多哥们不太理解的 他以为是我们自己的短 我们自己的后台 去把这个短信 发给我们的 其实我们的后台 无非就是一个什么程序写的 要么就家伙嘛 要么就点那天嘛 要么就PGP嘛 是吧 你能用家伙程序 去写一个发送短信的东西出来吗 那显然做不到吧 对吧 他显然会去 要这些服务平台吗 因为他属于这种服务了 对吧 短信平台 他会去找一个短信中心 对应的 这个短信平台的话 他就会把这个短信 给我发到手机上来了 比如说 在这个时候 他就会发到我的手机上来了 好 比如说 我在这边的话 他其实已经在响了 对不对 好 比如说 我把这个 给大家 把这个图拿过来 即使的话 我手机是不是都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收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短信 对不对 你看 在这个地方 再回到我们的一个图里面 这个图 是不是我会收到这个东西 是不是 那这个流程对应我们 其实它属于啥呀 提交印证码之后的话 第二个是啥呀 下发短信 下发短信 是不是 接下来 发短信给我之后的话 比如说 假如他是8920 我就没去看我这个手机了 这个假如没 假如 他现在这边的话 是一个6735 你看 假如他回来了一个6735 是不是我在这边就可以 干嘛呀 输入一个6735 然后我顶这个 他的时候 是不是 进行最后一个 我走了 把这个再拿回来 好 缩小一下 拿一下 把它贴过来 你看 接下来我们要干的事情的话 就很简单了 是不是 现在我已经收到 收到他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顶他了 顶他 一次顶级操作 又会去请求我们的saver吧 这是我们的saver 好 这个对应的话 我会去顶他的时候 会去发送一个请求 这个发送请求的时候 你猜一下 会把哪些东西给过去 是不是同样会把这个 手机号 还有这个 这个码 比如说 假如是8920 哎 这扣掉 是不是会把这两个东西 发送给服务器 对不对 那服务器的话 他相应的话 收到这个码之后的话 他就会有两种结果吧 比如说 这个是 那就是成功嘛 这就是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 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那如果不是登录成功 他会这样一个啥视线 他肯定会提示你 对吧 提示你一些 比如说你这个 印证码 有两种情况 要么就是印证码 错误 还有就是印证码 过期 就这两个情况 可以理解吧 这个就没有带着他去写 其实这个流程反而更重要 写的话 他也是一个给点请求 这个协议给大家看过了 你这个时候再看一下这个协议 再看一下这个协议 他其实也是这个协议吧 就发了给点请求过去 这个完成确实比较容易的 反而这个流程的话 有个人还不是很清楚 你看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归结成我们的第三步 这个时候不要第一步叫提交手机号 二步下方短信 那第三步是什么呢 是不是印证 像是一个印证 或者叫提交印证码吧 叫做印证印证码也可以 就是服务器的话会去印证一下 我们这个印证码 这个短信的这个印证码 对吧 靠不靠谱 已经过期了 短信印证码 过期了 或者是不错 首先这一块能不能很清晰的理解它 就是短信平台 他会去找它 那接下来我们 比如说拓展性 拓展性的去学习一下 你觉得这个后台呀 它是怎么去做这个印证呢 它印证成功 还有这个印证过期呢 其实它也是可以做到的 对不对 比如说它是这样去做的 比如说我们来给大家理一下 后台的东西 你一定要就把它看成一个啥 就是在那个啥 表哈 那比如说 它收到你这个短信 收到你这个手机号码的时候 它马上去调人家的 这个短信平台 发送这个短信的时候 它肯定相应有个监听 对吧 如果发送成功 比如说这条短信发送成功的时候 它的话就干一个事情 它在后台的话 就是去存一下 比如说 它去存一些哪些东西来 第一个它去存一个手机号 它比如说 某一个时刻 它82036558 这个是一个手机号 还有的话 存一下短信内容 它这个短信内容的话 就是这块内容 什么印证码是啥啥啥 欢迎使用啥啥啥 这个印证 印证码四 什么 这个8920 对吧 8920 后面还有一堆的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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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的信息 可以理解吧 这是短信内容 除了存短信内容的话 它还会去存一个核心东西 它会去存啥呀 是不是会把这个存起来 对不对 他会去把这个 验证 存起来 比如说他会去存892点 对他还会存一个啥呀 还会存一个啥 是不是会存一个短信的 下发时间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时候 他这个时间点给你发了一个短信 可以解决吗 他会存起来 接下来 这个时候他在他的数据库里面的话 就把它给存起来了 这什么事 这就是他数据库存了这样的结构 存了这样的表 后面的话 我在这里的时候是不是要用它了 相当于这个时候的话 我用它用它是啥意思 那我相当于会把那两个东西提交给他呀 是不是会把这个手机号 还会把这个印针码 提交给服务器吧 那服务器的话 他会去干啥呢 他是不是通过这两个东西 他首先去通过 手机 他首先去通过这个 他或者一起也可以 把它看成一个零和途径也可以 他和他 相当于他是不是可以确定 唯一一条一条记录 对不对 如果他这个时候发现 你去的话 就没有这个记录 说明什么情况 说明什么情况 是不是他曾经没有下发过这个短信给你呀 对不对 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你还有一种 这种你去查的时候压根没有查 是不是相当于是 没记录的时候 是不是他查不到 还有一种情况 没记录 其实没记录有两种情况 哪两种情况呢 是不是相当于真的没有翻过 对不对 比如他真的没有发过一条给你 你这样去查 是不是查不到的 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用户提交的时候 手机号写错了 现在他也查不到吧 或者你这个印证码 写错了 拿上去之后 他能查到吗 都查不到 对不对 没有记录 没记录的话 他从来就没有发过这条短信给你 那你肯定提一个上去 他压根查不到 或者你唯一的 这个错了也不行 这个错了也不行 这个错了的话 就手机号写错了 这个错就是我们的印证码写错了 反正你提交上去 他就查不到吧 这种错误就属于啥啊 印证码 错误给你吧 比如说 这时候你比较靠谱 把这两个东西都查上去了 都查上去 那这时候是都有的情况 现在他肯定可以查了这个 比如说你把这两个查上去 是不是他会去查了这条记录啊 对不对 这哥们儿曾经真的发了条短信给他 比如说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有一个请求时间 就是你去用他的时候 用这个印证码的时候 会有一个时间码 比如说 你是在什么时候用它呢 你也一样的哈 你过了一天才去用它 它的话会干嘛 它是不是一样的 拿这个下滑时间 和你这个请求时间 请求时间就是 他服务器会有一个单请时间嘛 可以理解吗 那他拿着服务器的单请时间 和你这个短信的下滑时间 做一个对比 他警察发现整整差了一天 而同样的 他这个短信 是不是一般对过期时间啊 比较短信 过期时间 也就是印证码过期时间 他一般的话就是一个五分钟 你想 你这个时候 拿着 过了一天之后的 也印证码上去 他虽然能查了这个记录 但是他是有什么情况 是不是印证过期了 可以对吧 这个 这个其实已经后台的东西了 对我们情况来讲 你不用关心这些东西 我只需要根据他不懂返回 做不同提示就别了 但是其实我们 可以猜测他是怎么去做的 对吧 也可以加上我们这个理解嘛 后台怎么去做的 我们也知道对吧 这是这样的情况 相当于这块的话 比如说 这块的话就理解了 如果是过期 那如果你 比如说你在这里 隔了一分钟发上去 比如说七分的时候发上去 他显然没过期了 对吧 这块相对是 也给大家拓展一下 相对是 印证码后台过期逻辑 是这样的吗 就这样的情况 对应这个上面的话 是一个C型K的 后台过期逻辑 也给大家存一下 叫做一个 C型K后台过期逻辑 好 OK了哈 这主要是给大家理流程啊 后台的东西 你就把这个标节 给我给它对应起来 就很完美了哈 这个理解了吗 没问题吧 好 这个 给大家保存一下这个图 验证码 等 流程 毕竟 好 形成这里面最重要的流程的话 还是这个流程哈 有个哥们就说 这个是我们自己发的 其实是不是 他也会去找其他的 对吧 这是这样的情况